解放军在高原演习中展示了一种全新的装备 性能如何 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 解放军在最近的高原演习中展示了一种全新的轻型装甲车 这是一种四轮驱动的全地形装甲车 在其后部运载平台上 装有一套旋转发射装置 上面有两套红锦石发射箱 表面上来看 这样的火力只有履带式版本的四分之一 为何解放军会研发这样的一个版本呢 仔细观察薰的底盘 可以看出 这款底盘是和中国最新的 一把55毫米卡车炮属于同一个系列 即完善的6×6 高机动越野卡车底盘 只是从六轮版本简化为四轮版本 毕竟反坦克导弹再重要求不高 车厢内依然可以容纳四名士兵 由于解放军陆军已经决定采用一把55毫米卡车炮 完全取代先一各部队中的 66式一把52毫米牵引式榴弹炮 意味着该卡车底盘会大量进入我军的轻装部队 那么以同一种底盘开发一种反坦克导弹发射车 可以统一后勤 何况该底盘价格便宜 维修方便 对轻型部队而言压力非常低 新底盘体型小 机动灵活 可以在各种地形 包括高原上执行任务 而从央视的其他报道来看 中国已经在这套4×4底盘上 开发了新型的车载122毫米榴弹炮 这款卡车炮也同样会进入轻装部队服役 也就是说 这套底盘未来的变形车辆可能还有很多 甚至可能成为轻装部队的一款主力底盘 红剑石对于中国的轻装部队而言 绝不是增加了一款反坦克武器这么简单 严格意义上说 这是一款多用途武器系统 新理念已经接近目前国际上流行的巡异飞弹 红剑石采用完全被动的探测方式 进行战场踏实感知 目标无法收到任何讯号 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被瞄准 导弹采用光纤高清图像制导 几乎免疫电磁干扰 说白了 操控它如同打电子游戏一般简单 除了坦克 建筑物 火力点 低飞的直升机 水面目标 都在它的打击范围内 也就是说 有了它 十公里内 除了喷气式战斗机 其他目标都成了陆军的盘中餐 这对于身躯高岩作战极为有利 在侦察部队发现目标后 陆军不需要召唤炮火 不需要借助无人机 直升机 只需自己一发导弹就可以解决 就在以往是难以想上的